很多人很喜欢看当地生活经验的分享 在移居前可以提前见识到最真实 最接地气的泰国 所以我这周继续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 在泰国定居10年的S女士 作为定居泰国的老前辈 她可多有趣又实用的生活经验分享了 接下来就让S女士带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泰国吧 以下是S女士的字数 泰国虽然地处热带 商场里还是有售卖棉衣与绒服 但其实一般人用不上 买这些衣服的 基本上是准备去泰北山区或出国旅游的人 他们一年也就穿一次 不过拥有这样的衣服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自己有鱼利游玩 有钱 一些泰国老板喜欢在社交软体上晒穿棉服的照片 背景最好是雪山 以彰显身份 是不是没想到 在泰国穿羽绒服都算是炫富 我问过许多泰国人 你们在东南亚还会去哪里旅游 大多数人表示只会去新加坡 个别人提到马来西亚 很少有人选择其他较穷的东南亚国家 在老一辈泰国人心中 菲律宾 越南 柬埔寨比较穷 而缅甸和老挝就更穷了 是不是没想到 东南亚各国之间也有鄙视链 而且泰国老一辈会觉得 泰国就是东南亚的中心 但是现在泰国确实发展的蛮快的 无论是地理位置 经济发展 国际大基建等都颇有中心的苗头 上半年 大家对泰眠嘎腰子这个话题 非常感兴趣 有些人还会觉得 泰眠两国会不会是蛇鼠一窝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从历史上看 缅甸和泰国像中日一样是对头和宿敌 打过很多仗 有点像中日关系 但是泰国的劳动力市场 又离不开廉价的缅甸劳工 毕竟请一个缅甸人是真的便宜 而且有些泰国人 请缅甸工人 就会有一种莫名优越感 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觉得他们穷 帮助到他们了 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啦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虽然东南亚各国大多信佛 但是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泰国和柬埔寨都是佛教国家 但是民风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并没有泰国那样 微笑国度那般的名称 反而不好的标签特别多 后来我才明白 泰国信奉小圣佛教 他宣导每个人都能成佛 强调用善不问后果的思想 一心向善就能成佛 所以大家都自发的乐于助人 与人为善 而柬埔寨的佛教倾向于神圣崇高 与普通人关系不大 所以民众不像泰国人那么诚心诚意 所以在泰国生活会更有烟火气 和当地人相处起来也更加自如 备有亲切感 虽然说泰国人很温和很亲切 但是开车却很生猛 特别是开摩托车 人在前面坐 混在后面追 基本上都是一脚油门踩到底 所以在泰国生活过马路 真的要小心一点 不过虽然他们开车快 但是很有礼貌 要是看到行人需要离让 或者堵车 也完全不会鸣笛 反而会是硬你先走 这一点和他们喜欢飙车的形象 有点违和 但就是这么神奇 其次 泰国人还特别喜欢开皮卡车 而且还是改装大排量的皮卡车 并且尽管是皮卡车 他们也会把车弄得贼酷炫 所以我发现泰国人对于车 飙车 都是非常入迷的 甚至有些大学生一毕业就会买车 可能也有这么层原因吧 如果你以后决定住在曼谷 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每天塞塞塞 曼谷的交通拥堵 并非因为汽车拥有量过高 或城市过于发达 而主要是因为路网设计不合理 就算是中心也有许多老路 这些路很狭窄 但无法进行扩建 因为私人产权得到保护 无法进行强制拆除 至于为什么这些人不舍得卖地给政府呢 一是过去老一辈的泰国人 有很强的加根观念 所以对于拆迁很排斥 但现如今的年轻人的观念会稍微活络一点 毕竟前到位了 什么都好谈 泰国王室的地位真的很高 毕竟我们中国没有这玩意 所以来到泰国 看到他们这么尊崇国王 还是会有点文化冲击 我印象中比较奇葩的就是 去泰国电影院看电影 开场之前都会播个小视频 视频内容是现任泰王 所有人都得站起来 有些人还会跟着唱 确实冲击到我了 别以为泰国人很穷 但其实人家人均别墅 本地的家庭 一般都是住在别墅 或者普通民宅 租住在公寓的人 大多是年轻人为主 但是呢 泰国的公寓配套一般都比较好 有免费的游泳池 健身房 共用办公室之类的 停车也不用钱 所以性价比很高 主要是人家没有公摊面积 就算是30平的小公寓 做个一房一厅 也是绰绰有余的 比如你要来泰国买一套公寓 30平左右的公寓 在曼谷市中心5 60万RMB就可以搞定 永久产权 用护照就能买 在泰国 流浪狗的数量特别多 对怕狗的朋友很不友好 但这些狗一般都是比较友善的 前提是你不惹它 夏天的时候 很多便利店骑摇摇门口 经常能看到在门口蹭空调的狗子 店员也不会赶走 其实换个角度想 泰国人不仅对人比较友善 比较包容 对小动物的包容度也很高 所以泰国微笑国度的标签 确实是有点道理的 最后 想要认真体验泰国传统文化的朋友 一定要来过泼水节 记得准备好装备 手机关机 完全投入其中 不用在意其他 不过友情提醒 泼水节并不一定是纯粹的泼水 可能有冰水 温水甚至是啤酒 所以要有心理准备 一定要给手机套上防水套 以免被水弄坏 同时也不要开车 就连坐当地的三轮摩托车 也要小心 因为路边的店主 可能会突然泼水过来 来泰国 来玩 来享受 来融入当地 你就会发现 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 以上 就是S女士的全部分享啦 欢迎关注泰国投资小圈子 每天都有新知识